下令出兵烏克蘭後四個多月 俄羅斯總統普清首次出訪 他來到前蘇聯小國塔吉克 為了去鞏固謀邦 塔吉克境內駐紮七千名俄軍 堪稱俄羅斯在海外的最大軍事要地 不過普清向盟友尋求支持的同時 在西班牙舉行的北約會前會 就宛如賞了普清巴掌 北約秘書長史托彤伯格 找來土耳其總統埃爾頓 瑞典首相安德森和芬蘭總統尼尼斯托 歷經四小時長談 終於讓埃爾頓回心轉意 不再阻擋瑞典和芬蘭加盟北約 海爾頓表示 芬蘭和瑞典在會議中同意會打擊和引渡境內的恐怖組織 同時也不再限制國防工業出口 他的態度轉變 不僅讓北約從現在30國增加為32國 也讓俄羅斯失去了芬蘭這個重要的緩衝區 最大輸家恐怕就是俄羅斯總統普清 芬蘭和瑞典這兩個冷戰時期的中立國加入北約 這是北約史上最重大的擴張 這也是因為俄羅斯發動烏克蘭戰爭的關係 北約預計在週三邀請瑞典和芬蘭加盟 這樣的結果也讓拜登這次出訪歐洲取得最想要的成果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